嘿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正出发前往2019年的谷歌GDC大会 我们去年就已经来过一次了 但是今年又有什么新的黑科技 等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首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谷歌在GDC上准备的演讲 谷歌最近几年已经慢慢从授予者变成了授予者了 他们对于开发好用的工具 对于开发者社区的维护是越来越重视的 比如这一次介绍安卓的时候 更多的篇幅就花在了Cutlin和Android Jetpack上 这些都是理念非常新的开发工具 比如Cutlin就是一门效率很高的编程语言 代码相比Java简化了很多 节省了大量的开发时间 有效保护了程序员的键盘 安卓的官网上有这么一句话 Cutlin可以提升开发者的工作愉悦度 哇 这个简直是在疯狂的暗示 而Android Jetpack则是允许开发者调用各种现成的组件 来简化工作 比如说你以前做安卓开发 可能需要同时兼顾高低版本的安卓系统 要去手动做适配 这个就很浪费时间 那么现在通过Android Jetpack组件 谷歌就已经帮你打点好了向下兼容的工作 开发者可以轻松地实现各种安卓版本的适配 我觉得如果你是安卓发烧友 或多或少 这两年能感受到一点 谷歌关注的焦点 正在从安卓系统本身 转移到安卓的生态健康 还有安卓的开发环境上 以往的安卓版本更新都是天翻地覆的 比如说从2.3-4 从安卓5-6 这个差别都非常大 甚至有些消费者会觉得 手机常常的新品 如果不能升级以后的安卓系统 我可能就不考虑了 对吧 但自从谷歌把安全更新 和版本更新剥离开之后 安卓的版本迭代 主要就变成了功能上的小改进了 比如说今年安卓实行加入的黑暗模式 还有更全面的隐私设置这些东西 说实话 普通的消费者已经不太能感受系统层面的变化了 但作为开发者 你会发现这两年安卓开发的门槛在慢慢降低 人性化的程度在提高 一方面是工具更加好用了 另一方面就是谷歌自己也更重视开发者了 今年有这么多人能来参加TDD 其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虽然这里面有很多人可能关注的是打卡和拿奖品吧 说到降低门槛这件事 Flutter这一次也推出了1.9版本 Flutter是谷歌推出的一款跨平台的UI框架 可以方便你在iOS 安卓端还有网页端 构建统一而且好看的UI 只需要一套代码就可以用在这多个平台上 这也是一个画繁为简的产品 这一次的1.9版本 除了支持最新的MacOS卡特琳娜 还有Xcode 11之外 还有一个有趣的功能 就是可以通过机器学习自动补权代码 开发者在输入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动补权可能会用到的函数 据我认识的一些做前端的同学表示 Flutter这个东西即便现在不用 以后十有八九也会用上 因为谷歌现在就在开发未来的操作系统Future 已经官方确认了用Dart和Flutter打造UI 所以早点学习一下Flutter 搞不好还能占个先机哦 除了Flutter之外 我们非常关心的深度学习框架 TensorFlow现在也已经出到2.0了 和谷歌其他几个产品一样 TensorFlow 2.0也在往简单性和易用性上走 这种理念在他们今年的展台上面 是体现得非常明显的 以往TensorFlow用大项目来做演示会比较多一点 但今年谷歌却着重展示了几个借助TensorFlow 技术开发的轻量级的小游戏 比如这个跳舞的游戏 就可以分析你的五步 计算一个得分出来 再比如说这个浏览器里面运行的小游戏里面 你可以通过摄像头来控制飞船的保护罩 而这个微信小程序则是通过摇头晃脑的方式 来玩吃豆人 所有这些简易的JavaScript小程序 都是借助TensorFlow.js实现的 TensorFlow.js允许开发者直接在浏览器里面 构建和训练机器学习的模型 并且它也允许利用移动端的GPU来大幅提高效率 把机器学习运用在像微信小程序这样的环境里 通俗一点来讲 现在的TensorFlow 上能下棋换联干大项目 下也能用TensorFlow.js做4399的小游戏 那你也可以上TensorFlow.org-js看一看 这个页面提供了几个有趣的TensorFlow.js的演示 比如说RNN的这个演示 就可以让你的电脑自动给你弹钢琴 感想起来的同学不妨去探索一下吧 这些开发工具可能离普通人远了一点 但是展会现场也有不少普通人就能接触到的东西 比如说今年的AR Core也得到了更新 支持在AR场景里开启实时HDR AR Core会计算画面中光线的方向 然后给AR生成的3D物体 也会指一个真实的光照和阴影出来 展会的现场还给大家演示了不少AR Core的实力 比如说这个应用就可以用AR教你煮咖啡 它是一个基于AR做了一个互动说明书的东西 这样会比较直观清楚一些 再比如说京东现在也已经支持AR购物了 你在购买之前就可以直观感受到 比较出物体的尺寸和大小 包括滴滴现在也已经基于AR Core 做出了AR巡路的功能 方便露吃在商场找到出口 这些都是未来应用可能会用到AR的一些交互方式 不过这一次展会给我印象最深的 其实是技术在人文中的一系列的运用 比如说在这个演示里 你可以通过身体姿势的变化 来改变瓷器的造型和颜色 这个小游戏可以帮助你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瓷器 再比如这个演示 就可以让你画上去的甲骨纹动起来 变成画面中活灵活现的小生物 整个画作就变得生机勃勃了 以上这些都是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的作品 虽然这几个演示你在家里是体验不到的 但有一个东西可以体验到 就是他们新作的官庙中国 这样一个了解中国艺术品的安卓应用 它是谷歌和全国30多家博物馆合作 收录了超过6000件来自这些博物馆的藏品 你可以通过360度全景的方式来逛这些博物馆 并且能了解每一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只要是安卓用户都可以下载这个谷歌制作的APP 展会的最后 在和一系列熟悉的面孔PY交易之后 我们结束了今天的GDD之旅 今年GDD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谷歌在努力地降低开发者的门槛 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生态的建设中来 这一点不管是开发工具的简化也好 还是对开发者的免费教学 还有成长计划也好 甚至GDD活动本身都是在壮大开发者队伍 毕竟有开发者的支持才能建设更好的生态嘛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一个关注订阅我们 也别忘了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啦